欢迎两位 结婚三年了 是吧 对 孩子有吗 有 两岁多了 对着镜子在诉苦 是吧 那是内心的一个声音 是 觉得他欺负你 看不起你 太厉害了 太强势了 对我太凶了 不给我留面子 资料上说是个体在做什么呀 以前做生意有过一次失败嘛 后面就买一些那种木料回来 自己加工成这种纹完手串 卖 挺好嘛 但是我收入比它少 然后他就不想让我干这个 他可能就觉得我这个人 不适合再去做生意或者去创业 他就想让我去上个班什么的 但是我就觉得 还是肯定要自己创业会好一点 他就一直反对我了 然后就经常在生活当中刁拦我 说我这做得不对 那也做得不对 反正就是想让我去上班 然后我就让他说 那这样子吧 你同意我在家里弄这些东西 你能开什么条件 他就说那就是我家无全包 然后小孩我也钱带 我以前根本就不会做饭的 我就学着做 我做得不好他也要骂我 然后我拖地 有头发没拖干净他也要骂我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很委屈 很憋屈 他做第一次做生意 我也没有反对 他做了生意之后那一次呢 就全部亏掉了 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一个人来承担的 他不说他做这个文丸是吧 对对对 这也能挣一些钱贴补家用啊 他是这样子的 这一次进完了 过段时间手上有点钱又去进 就不给我们家里一点点开支都没有 全部是靠我这一个女人来维持 作为一个男人你得挣钱啊 我是在挣钱 钱呢在货里咯那就是还没挣到嘛 可以这样说吧 然后你就开始各种刁难他是吗 这个刁难也不算刁难吧 你还不算刁难吗 天天在外面上班 家里的小孩你看一下小孩做个饭 这也叫刁难吗 谷主任说在这里我很委屈知道吗 我在家里做个家庭主篮 其实已经就在社会上来讲 已经就是挺没面子的事情了 很难说出去啊 然后他就继续继续地给我加条件 然后不是外面上班回来之后 就让我在家里给他按摩啊 给他洗脚啊 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家里的地位 就已经变成一个黄太厚啊 那我是什么